国语读音是谋二声谋 谋谋谋二声谋 谋这个字的读音很复杂 有些词书收录达六个之多 所以我们要介绍的是几个较为常用的读音 谋字常见的用法是绸谋一词 但绸谋也有多种解释 如诗经唐风绸谋 绸谋树心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这是描写一对新婚夫妇 在结婚之夜惊喜交感的样子 另外在诗经冰风吃消中有 待天之未阴雨 彻笔桑度 绸谋有户 是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雨 赶快采取些桑根 来把门窗都缠好 以防损毁 所以后人凡事遇到事先 先做准备就叫做未雨绸谋 谋又念谬 国语注音是摩又谬四声谬 念谬可与这个言部的谬字相通 是错误诡诈的意思 谋又念木 国语注音是摩雾木四声谬 谬是温和庄静深远的意思 如三国识的关羽 死后即视为壮木 木也是姓氏 是秦木公之后 由于木与这个合部的木字是相通的 所以后来分为两姓 送缘之后 这个密布的木才变为妙姓 如今谋字用在姓氏上 便只用妙四声妙了 由于谋字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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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音 音随意变 读念运用的时候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